字幕etztta.hs 很高興今天 有這麼多的朋友來到現場 參加我們這一次的 從張惠妹到XVI 原住民遊行業的發展軌跡 那原則上我們這個座談 我們是盡量能夠保持一個 非常輕鬆的這個 這個 曲面 還進行 曲面 曲面 那個 林志明國也不留戀 然後 我在想 既然這個標題已經很清楚了 標示了 一個主題的意涵 那容我從一個 最遙遠的歌聲開始 我們今天就做訪問 一直到 一個文明的誕生 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底音 也就是 除了人會講話的聲音之外 還有一種就是 可能是用唱的出來的聲音 那我小時候 以我為例子 我小時候甚受我主母的影響 因為我主母 她的一種傳統的習性 她每次 從一大早開始 她就會用歌聲來迎接新的意見 那在我慢慢導釋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 除了人講話的聲音 還有一種聲音 是跟講話的聲音是不一樣的 那用現在的中文的意思 把它稱之為叫做音樂 稱之為音樂 音樂在每一個文明裡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的頂域 沒有音樂的文明 這個文明 缺少了一塊很重要的精神的頂域 那所以 如果我們今天 容許我把今天的底皮 能夠慢慢的 從 原住民音樂本身 然後 再擴大 慢慢擴大到 台灣的音樂 甚至 能夠 把視野放大到 所謂的 世界的音樂 這樣一個層次的發展 所以我相信 今天的這個座談會 它會是 它會是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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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今天的這個座談會 最重要的意義 也在於說 我們 試著在一個 當代美術館的一個角落裡面 我們來談這個 原住民音樂 然後變成是 在台灣的音樂 然後變成是 甚至於這個世界 它是一個文化的漢華 那 另外 我另外再做一個 演員就是 今天要求的 這兩位 吉任老師 還有洪恩老師 他們不管在 在這個 所謂的製作 製作的部分 還是在 對音樂 研究於音樂 這方面 我相信 深受各方的質疑 好 深受各方的這個 喜愛 非常 那待會 他們也會 跟我們聊 有關這個 原住民音樂的發展危機 那 我相信 今天晚上的座長會 大家會 非常 聰明 也希望 因為我們 開放一個 Q&A的現場提問 那 也希望 朋友們 如果 可以的話 我們做一個 互動式的 互動式的進行 等一下會 希望朋友們 能夠 提出你的理論 或是 提出你想要講的話 那 接下來這個時間 我們慢慢 能達到今天的這個主題 那 大家都知道 張惠美 那 張惠美 大家所知道的他 他就是一個 流行音樂上的一個 非常有名的歌手 所謂有名就是 他有商業市場的 價值的歌手 但是 他的身分 總是會被 隱藏在一個 陰暗的角落 那 不被這個商業市場 所 所注重 所提醒 但是沒有關係 那我們還有 三目一 那我們可以 看得到這兩個 有名字對照的時候 你就可以 慢慢去 慢慢去 發掘到 原住民音樂發展 一個 很清楚的一個 點擊 那 張惠美 他卻是另外一個 截然不土的 非常強調他這個 民族意識 他民族身分 的一個歌手 然後到 到今年的 這個必須講 花樣光看 那 我相信 做這樣的一個 改變 會是一個 非常令人覺得 很有趣的一個 一個發展的 這個方向 那 直接的 做我家的議員之後 我相信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就 可能就要邀請我們 李堂仁 這兩位 李堂仁來論述 來講講他們的 對這個 同學的想法 那 首先 我們先請到 我們第一位的 李堂仁 鄭傑任老師 來 給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好 謝謝 謝謝小雪老師 各位 各位朋友 那個 我其實自己 之前那個 小魚隻 提醒我 說今天可不可以 帶一些圖片 或者是一些 相關的 POWER POINT 來介紹 比如說我要 我要講 就跟這個相關的 我想又想 我真的不曉得 我 我該怎麼準備 因為後來我 尤其 知道 就是 那個主持人 是打卡鬧以後 我就覺得 那我要介紹的圖片 我就是他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可能講到什麼地方 可以轉身 我要站起來了 就是 人物理音樂 這二十年來 要準備這個 對對對 發展了一些東西 就是說 甚至從張惠賓之前的 聯運時期 還有其他的 他在 其他的部分 也都有很多 但當然 我這個當然是 有點開場玩笑 不過是真的 就是說 你看這 從張惠賓到 賞富裕的 這中間 這軌跡其實 台上在做這 二位 那包括我 其實我也參與了 這 大概這 近二十年 因為從 跟 原音社之前的合作 就是打卡鬧之前的 團體 然後他 在 育神的時代 就已經 參與了 創造的 學生音樂團體 教原音社 從那時候 我就開始認識他們 這些 朋友 那 我覺得 是這樣子 因為從張惠賓到 桑惠 其實 我先講這個特徵 好了 他其實就是在我們 目前看到的 有些音樂 我們所認定的 在主流裡面 被認可的 那事實上 其實還有很多 比如說 像 這二十年來 其實還有很多人 這些人 也許都成為 就是說 這一路上的 一些 小軌跡 像 像打卡其實也發過了 張專輯 那只是說 他 他有 誤為過金曲獎 就是說 並沒有像 比如說阿妹 或者像 這兩次 就是說 那麼受到 矚目 那其實很多人 在這 這二十年來 其實有很多的 努力 那我 我都看到了 就是像 彭文也是 他不斷在 在傳統音樂 跟在商業的 成就上面 在那邊 尋找一個 平衡點 然後其實說真的 做音樂這一行 真的很累 一看彭文就知道 就是說 他這個年紀的人 在部落都 都已經胖到一個樣子 這樣 在台北 就是越來越瘦 那 對 那 很不容易 如果自己來看 就是說 進入這個主流 主流音樂這一塊 因為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其實從來沒有真正摸摸 退 退伍以後有短暫 跟主流音樂 有一些交集 就是說我那時候做唱片的編曲 去錄音室工作 這樣 然後 然後 就 但是還好我沒有 就把所有全新放在上面 大概1990年初的時候 那 也是同時認識了 那個原社的前 之前的一個創始人 叫 那個 許靖德 他也是 卡卡鬧的 他們在獄神的好朋友 那因為我跟他是 當兵的 偷跑 那 所以我們 後來就 很要好 那其實那時候在一起 並不是在一起 就是說 在一起做 是因為我們當兵就喜歡 喝點小酒 然後 我們兩對音樂都很有熱情的 那我覺得對音樂的這個熱情 就跟很多 我們看到 現在 比如說最近的那個 不能做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在 那個 在大聯盟打球 真的 李滋衛 其實 像這樣的 在運動跟音樂這部分 大家好像都覺得 其實對他的原住民 真是太 太了不起了 的確在那時候我 身為一個音樂人 然後 會在這樣的一個 原住民朋友身上 看到對 音樂的那個熱情 然後 於是我 痾 漸開始認識 這個族群的 一些題目 我鼓指的一些題目 就是說很多題目 包括到目前 我們看到的 或者我們 我們看到的這些題目 我們 或者我們朋友們 說出的題目 還有比如說 我現在在台東 其實看到很多題目 都在 都在努力著 那 都在跟這個大社會 或者是主流價值 找 尋找一個 自己的 立足點 要生存 就是生存 這樣 那很不容易 除非你 我們看 有多少 多少人打棒球 才可以去 去 變成職業球員 多少 職業球員 才有 這麼一兩個 到 美國 或日本去 那這個 都主流價值 給我們 因為他們 好像 得到了一些 成就 或者有一些 短暫的 一些 一些光環 那我不曉得 這會持續多久 但是 其實的確 這也 振奮了我們 這的確是真的 就像歌聲一樣 那 在那個時代 的確在歌聲裡面 我看到了 這些朋友 像打噴奧 他們這些人一樣的 打噴奧 請請 他們當年就是在接 後來 就是因為我退伍 然後他們 原因是 他原因是 其實就是幾個很叛逆 很前衛思想的學生 在運神裡面 就是搞學生運動一些 是嗎 對 這你待會兒可以多講一下 OK 可以訪問你 可以 那這個東西 因為在 在那時候 1997年 那時候 其實台灣 那時候剛解明 沒多久 對 於是整個社會氛圍 跟 跟很多議題 都不斷丟出來 媒體 媒體被 越來越多 然後大家的一些 思想 輪掉越來越 越多元 那在那個時代 當然像 達卡納跟 那個 許靜德這樣的一個學生 就是他們那時候 非常熱血的學生 就會站出來 就是做很多事情 就是我想 有很多甚至是 跟學校的想法不一樣 那在 那在 御神的 這樣一個 以神學為基礎的一個學校裡面 他們當然在 學校裡面 如果要做這個 然後又去外面這樣跑 我相信一定是很辛苦的 那 後來他們 我 退委以後 就是 會跟他們 原社會 很多的交集 也就在於 那時候 大概1996 1997吧 他們開始 在台北就參與 在之前 其實就開始 陸續 有很多的建築活動 一些 比如說 除了原住民相關的 凡水庫以外 還有甚至相關其他 其他的社會議題 他們也都會去參與 這樣 那於是從那時候 就發現 這樣的朋友的音樂裡面 其實是相當能夠帶動的 而且相當能夠振奮 那整個 時代的這些朋友的熱情 所以我覺得 我先舉這個例子 真的在那個時候 原因是 就是說其實 我再舉一個地方 就是說那時候 他們結束以後 我們都會去一個地方 叫漂流夢 我想 那時候也是 漂流夢 餐廳 現在好像有點 對 好 那時候這些朋友 都會在那裡 所以那是一個 我覺得還蠻 那經典的時代 就是說 有很多 包括現在當官的 當大官的 然後 還有像 像打盤到這樣的歌手 不知道未來的歌手 歌手 對 詩人 其實也是 他以前 或時候 或一些這樣的 然後 還有 就是各種階級 以前 以前 台北可能 都是一些 精英可能 就是學術圈的 在學術圈 然後 做雕刻就是一圈 然後 做什麼就是一圈 那時候 漂流夢 創造一個氛圍 我覺得各種 各種圈子都跑到那邊去 因為 因為家族的關係 或者朋友的關係 甚至公務員 警察 也會在那邊 湊一圈 那 是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那我覺得 那個時代可能 當然 那個是一個 原住民居會 喝酒的一個地方 當然就是說 有很多題目 在那裡會發酵 當然 就還包括音樂這一塊 因為音樂是很重要的 包括那時候 像 吉祥君 在那邊 打工 短菜 這樣 然後剛好 那時候 因為每個週末 都會安排歌手 像打卡納回去唱 可是打卡納如果 遲到 或者沒到的時候 吉祥君 就要帶場 所以吉祥君 會 會 後來 會變成 歌手可能是 李國手 打卡納的原因 就是 好 就是在那個時代 那個很重要的那個氛圍 就是各種階級的原住民 在都會原住民的一些旁邊 都在那邊 聚會 那當然有很多 很多就喝酒 大家都會聊一些各種題目的 很複雜的題目 那 可是 很重要一點就是 音樂這件事情 就是在那之間 因為那個是 最動人的一件事情 我記得每次吉祥君 如果要唱 因為他其實沒有什麼表演的 那個 呃 想法 那 老闆叫 欸小君你唱一下 那他就 呃 他就唱 他們那個 男王的婦女出嫂王 我們記得鼓調 而且是用琴唱 他就沒有麥克風 然後那個地方也許就像 這個人這麼大 然後他一唱那個 整個 吵雜的那個 吵雜的 一整個店 因為喝酒啊 那時候還可以在四天抽煙 聊天 吵架的 全部都安靜下來 他的聲音就是 好像把那個 很銳利的刀子一樣 這樣就把 那個都市的那個 那個 陰暗的那個 那個地方 那個 木頭 那個牆壁灰灰的一個 每個人都切開來這樣 然後好像螢光的一道 就在他身上發亮 而且是清唱 那 那 也許啊就短短的 一兩分鐘一樣 那 那是非常動人的一個 我到現在 還難以 忘懷的一個畫面 就是說那個是非常喘的 當然我們回到部落 他真正 他真正婦女 說他往後期其實沒有那麼 沒有那種 好像要對抗神一樣 那他都都市裡面來 為什麼要用這方式 我想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為的確 大家都在吵 大家都在 喝酒啊 大家都在那個時候 他我也有這種方式 於是他就變成一種 他好像是拿刀子一樣的唱法 事實上那首歌 原本應該是一種 感謝吧 我後來去做功課 那首歌是 感謝 女生感謝男生 方上準備了很多的什麼東西 這樣子 是一個感謝 可是 在那個 在那個場面唱起來 就好像是在 在罵人 在罵人 或者是在對神 所以控訴一個神 這樣 每個人底下都 都 都 會 都嘴巴張開了 我想那個時代 大家聽到這樣的歌聲 都會覺得 很 很不可思議 那 於是像這樣的東西 傳統的東西 到都會裡面 大家稍微被變形 可是這個變形 他是有他理由的 結果怎麼會講到這裡 對不起 你沒有十分鐘 我沒有十分鐘 我想 我想再回到 這個題目了 流行音樂 在我看來 就是說 因為我這十幾二十年來 一直在跟很多人討論這個題目 什麼 什麼樣叫流行音樂 流行音樂 它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企圖心 一個企圖 讓 很多人知道 或者 賣出去 那 在 我 我現在在兩千年左右 這整個 尤其在台灣 因為 整個市場 整個變化 傳統的唱片市場的變化 後 就是流行音樂 已經不再是乾純的時候 就是說 你唱片銷售啊 那個工業 那種 用美國或日本 或者歐美的那種 來看待 因為現在的網路 或現在的各種媒體 每兩三年都在變一次 於是音樂 傳播的那種 或者 消費的方式已經 一直在變這樣子 那 更何況是 比如說 OK 要 流行音樂這四個字 已經很難解釋了 那在 我們在把 原住民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再擺進來的時候 會不會又更難 對 的確 那但是對我來說 其實 是這樣子的 其實他只要 企圖讓很多人 或者企圖 站到一個主流的一個 位置的 那個企圖心的時候 他做的音樂 我相信都是流行音樂 這樣子 他有那個企圖感 他有那個想 跟社會對話的一個東西 於是 就是說不管 他的傳統元素是用了多少 或者是用 畫多少形式 我相信 像黃恩最理解 他 他不停的在實驗 用新的 像俗命也是 他不停的在創新 創造新的 比如說他 他自己都講 我發明 那個 鼓調 這樣子 他因為 他用得很熟 於是 我們聽很多他的那個 太陽 太陽的那個旋律 我們都覺得這聽起來好像是老人家的 其實有很多 就是他自己發明 發明的 這樣 那包括我前陣 跟一些馬蘭的 一些年輕 年輕人 其實也不年輕人 他們大概都是抱著小孩 然後他們其實學歌謠 也都學了十幾 十年了 從他們很年輕的時候 這些年輕人 部落的人 也都在學歌謠 符音的唱法都會了 然後他們也在想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自己唱 這個時代的 我們自己的符音 這樣子 這是一個題目 因為我的確 什麼是他們這個時代的 或者我們這時代的符音 這樣 因為的確老人家 都唱得很好 他們心的一代也 都越來越會唱 可是很多人現在在想 就是說 我們這時代的符音 歌謠又是什麼 我這群年輕人 他們提出來的 那歌謠是用創作的嗎 還是承接老人的東西 這個其實很多題目 我自己也都還在想 那我自己很抱歉就是說 真的沒有準備很多像可以講的東西 可是我還在 在丟一個 這幾年在做的很有趣的 那這個東西是從 張惠銘之前 甚至更沒有之前的一個東西 我這期 其實這十幾年 我認識一個 美籍的一個 黑膠唱片收藏家 他叫Eric 他中文名字叫什麼 他已經在台灣收集 黑膠唱片收集了 半二十年了 一開始他收集 郭台雲流行歌曲 可是後來他收集一塊 原住民的黑膠唱片 他到這一塊以後 他突然 就轉了一個方向 他很 花了很多時間 在收集 原住民的黑膠唱片 而且去尋找那個 做田野 尋找那個 老歌手 那在這裡面其實 我大概前三 兩年前 開始跟他做一些 我們帶著黑膠唱片 去部落放歌 因為甚至我們都找到一些 在這部落的老黑膠歌手 那是很動人的一個故事 在花東其實 那個產業 其實是被忽略掉的 我們都覺得 好像那時候電子型音樂 或者是 有些是日文 有些是翻唱的 好像 好像不被重視 其實 我們如果要看 張惠那道桑芙 我覺得這題目之前 還有一個我們要去看的 所以那個時代 在花東其實有 已經有相當的產業在動 那個 那個 我們去年有做一個地圖起來 其實現在 他有十幾 應該有超過十個歌手都在 像有一個 有一個大概 大家比較知道 就五花之女士 她就是 以前原舞者 要學歌都會跟她學的 她是陸生豪的學生 她也是當年 灌了少數的那個 其實前幾張的 那些叫唱片 那個 一個老歌手 對 那這些歌手還在 可是她越來越老了 對 那我都一直覺得 那時代的 事實上是有產業的一件事情 我們如果不去正視這一塊的話 其實 其實 從傳統 老歌 然後到 到 阿妹的媽媽也是 卡帶唱片的歌手 阿抱的媽媽也是 他們的那個 前 前 家人的那個養成 我相信 我們應該也認識一些這樣的老歌手 他們這個年代 就是說我們現在聽起來好像 聽起來聽子晴 扮奏也好像 好像 聽起來 然後 不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 對我來說 其實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軌跡 就是說被我們忽略了 那這個是我這兩年 我覺得要去做的 我們先 我在鐵花城那邊 我們先已經 做了兩次的到部落放歌 那有些歌 我就放黑膠 那一放出來 那個 那個 那個底下的那個老人也許就 時光倒流 在二三十年 他們可能就 很少再去聽那些真正的黑膠放出來的那種 那種 那種 聲音 這樣 我剛介紹到一半 那個美籍的黑膠 那個收藏家的 Eric 那他也是靠自己的 那個 一點點 就是反正他在台灣上的錢也會有很多 可是他就去買 買很多長片 黑膠 卡帶 然後你知道 因為以前的東西 都像現在很注重那個 紀錄啊 比如說同樣一首歌 同樣一首叫 比如說 我舉個 黃恩的例子 搞不好同一首叫月光 可是不同的人 唱給他不同的歌迷 因為以前沒有那種 著作學觀念 甚至以前也沒有這個題目 就是說 欸 你唱這首歌 因為我 我要寫那個 寫歌迷 很多版本 對對對 像是很多版本 對 那於是他可能收集了50個 比如說 這首歌 可是他可能裡面會出現30個歌迷 然後他看的時候他不知道 所以他把全部的歌都聽完 但是 原來這首跟那首是一樣 而且這首是 可能是 阿美族版本 這首是有日文版本 那首是有牌圍族的版本 那或者這首的裡面 中間又跑到別的 因為 因為後來可能 有些跟一些林安 有一直流傳 然後又變了別的歌 所以那個裡面的線索 其實我是覺得非常動人 從 從唱片可以交一直 1967年到1988幾年 那個時代 那20年 其實這個線索 我覺得 其實 還真的蠻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說 比阿妹到三部一 都還需要我們去看 好好看待 因為很多我們現在 聽過的著名歌謠 其實都是從那個時代 亂唱或者亂那個 不能說亂 其實應該說到處去唱 然後有的時候 是真的隨便唱 然後就唱成一個 一個我們現在認同的 那個是一個很有趣的 演變的時期 那對我來說 那個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 我們現在只在看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 流行音樂的一些題目 其實對我來說 很重要的就是說 除了傳統以外 這一塊很劇烈 很大變形的那個 大變形 很有趣的音樂的 歌牙的變形實在 其實很需要去看待的 那我大概先講到最後 我想如果等一下 我們有多一點時間 我們再來交流這些部分 我們來交流這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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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從這個傑任老師 他自己的經驗的分享 我們現在有注意到一塊 就是 除了原生本業的這個產業這塊 從這個產業的這個演變 大概可以彙探出 我們原生本身 有一些非常奇目 或是很細節的變化 從他的經驗分享裡面 我相信朋友們都可以收到 那不管如何 那從如果說我們做一個歷史的這個 主軸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從一個49年以後 台灣的這個 台灣特別是有關聯助理業的這個發展 其實可以很清楚的 因此是在跟著台灣的整個遊行業在跟著走 那不管是黑膠上面還是卡式夾式 或者是CD 那本身這個載據的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這個業活動的本身 有了什麼樣的變化 那我們緊接著接下來 我們請到的就是我們的譚老師 他也可以用他自己做一個創作者 做一個歌手的一個 這個身份的這個經驗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老師現場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六 王鴻恩 非常開心當代藝術館邀請 其實看到題目的時候 我還滿覺得這個題目太簡單了 從在外面到上 故意 起伯樂車駕十五分鐘吧 結果他家很近 我那時候以為是 嗯 在研究他們家的距離 因為他們隔壁部落而已 請伯樂到 那邊部門很近喔 幾分鐘 你不要到市區的話就比較近 我想說這也是貓潭的 原來是後面原住民流行醫院 我心裡想 嗯 那怎麼會打看到呢 因為 我說他們住在 三位味道上 故意的前面這邊 不是在這邊 我心裡想 嗯 那結論來幹嘛 因為他們在前面 可是我覺得 當然是輕鬆療 那我只是想強調一點 就是 很多東西 你會覺得沒關係 但有關係 那我們都是環境的產物 那沒有他們 呃 原因這 喔 真的更之前剛結緣講的那一塊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階段 那也不會有阿妹的出現 那更不會有閃貝的出現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 就像原住民跳舞一樣 大家手牽著手 才能一起把這五步跳出門這樣 大家等於是 嗯 都是每一個 不一樣的 角落也好 但是大家手牽著手的時候 那個軌跡會連結在一起 那我就在想 我就特別打個小鈴說 我 我到底要講什麼 然後他就說 就講你自己 所以我想 呃 當然 音樂的 在原住民部落的音樂的分量 當然我也不急 打個鬧喔 他們在部落 和我接任 他們長期在部落 呃 這樣子做音樂 但我覺得我可以用我這一小小的部分 把這個手牽起來 那我先講 因為我剛好是當妹妹 呃這一邊 也是長跪的這邊 因為我是 因為我是 就像今天剛剛講到 我其實是從主語文化到流行音樂 真的很辛苦 然後呢 呃 有一種動物最可憐 就是蝙蝠 不如類也不認同 對不對 那 牠飛上去那個鳥 我覺得 你又不是我們這邊的 就是你知道就是 我覺得我就是蝙蝠這樣 我覺得啦 對 講到這我就想走了 好 好 好 簽訂了 好了 我就想說 我就用我的經驗 一點點 這麼十幾年 做音樂的一個片段 來 來 呃 呃 我這個階段 因為現在的環境又不一樣 現在的年輕人 在認同原住民 這一塊又不一樣 他們可能是上網查柱油 你知道我 我那個時候還經 因為那時候 對 我那時候還經歷 也算有一點經歷到這件事情 這個應該 尾聲 哦 對對對 好我先講我怎麼接觸 足語創作這一塊 然後再講 我怎麼從足語轉到流行 那到底是什麼 什麼是原住民的流行音樂 這個問題我思考了非常 久 然後呢 思考到我存款一度剩下七塊錢 真的很窮 真的 但這跟存款無關 好 好我先講為什麼會寫足語的音樂 其實我 高中大學 我也是就是知道自己很會唱歌 然後就常常參加的是歌唱比賽 然後 唱歌唱比賽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當明星嘛 可以當歌手 小時候看到優克林 他們 I don't believe it 我就覺得我唱得也不會不好啊 我就覺得他們為什麼當歌手 我不行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參加歌唱比賽 所以我就到處參加歌唱比賽 當然也有一個東中嘛 要追東女的女生 有沒有 還要展現一下才華 我們就是代唱的那種人 以前 嗯 假設他要追 追你啊 假設 不好意思 不要挑了啦 就他了 就現場就他了 不吃下一股 是啊 OK 反正呢 我們就約在海邊嘛 然後還要追他 因為很奇怪 台東人很不喜歡帥的 但喜歡有才華的 我覺得跟他說 他有幫你寫一首歌 他剛好今天感冒 所以我來幫他唱這樣 我唱完你們手牽手離開 我留在現場 撿貝殼 就是這樣 我跟他說就是這樣 可是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後參加歌唱比賽 又有錢 我就覺得我應該會得到唱片公司 親愛親愛 可是一直都沒有錢 我記得我比賽那個 鄧麗君文照基金會 第一屆 那時候我跟秀蘭馬雅 他那時候拿到那個 演唱組第一名 我是創作組第一名 但是當下李壽荃老師就簽他 沒有簽我 所以我看到李壽荃 現在其實還是有各當 沒有簽我 我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我唱著 後來我就想說算了 已經努力這麼久 就有一年的聖誕節 我就參加部落的 然後我阿嬤就跟我說 我就不打擾 就跟我說 就一句話而已 她說 我們寫了那麼多歌 就不用把我的名字 沒有 沒有 就是 你的歌我怎麼都聽不懂 你寫的歌 我沒有一首聽得懂的 她說你可不可以幫阿嬤寫一首歌 因為她覺得 八部沒聽久了也是會膩 我就想說 對喔 我從來沒有寫過 歌給自己的家人 特別是自己的阿嬤 因為我們都是歌代教養 然後 我就想說 好我就寫一首歌給我的阿嬤 就我的佛達斯 結果我寫了第一首族語歌之後 你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現場 有沒有人創作歌曲 我們一般創作都是 你去想那個旋律 你去追那個旋律 你去追那個情感 可是我當時候在印象非常深刻是 我在寫第一首族語歌的時候 我是被旋律拉著走 你不想寫都不行 那個旋律就一直在你的腦海一直長 我那時候寫那首歌叫 思念遙遠故鄉 時 prayed 那旋律一直在帶著 好像不是我寫的歌 就是那個旋律一直在 好像是上帝放給你聽的感覺 你就一定要学会这首歌 我还记得我在大业大学 我第一堂课八点 你知道都没人来上课 然后我就边听到那个旋律 我就边唾气 然后教授就讲到一般 就突然说 同学 这个同学精神可嘉 第一堂课可以听到 痛哭流屁 也是我执教理的第一次看到 我问这个同学你叫我名字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教授在干嘛 我就沉浸在那个创作的 你知道那种创作 我第一次写歌是那种 是由内 就是真的被满足了 然后好就这样 我写了第一首歌 然后就突然觉得 主女创作的门打开 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第一首出来 然后就弄了一张CD 因为想说都已经做了 我毕业设计一定要有一个制作物 然后呢我就拿来当宋游阿嬷 结果因为这样 我只是简单的想 想让阿嬷听得懂 所以写了这些歌 但是呢这个CD一直传传传 传到南投你知道吗 然后921大地震的时候 刚好蜂巢上面 在了马修里面去那边 就是要去盼望那边的 部落的人 刚好开车的人就放我的CD 然后我就那个 蜂巢老板就说 这个谁的歌怎么那么特别 但是又是足语又听不懂 那弦律又是很民谣 有一点点就是一般 比较接近流行一点点的 然后他们就去查 千方百计 现在没有网路可以搜寻起笔 我那时候已经当病了 千方百计的找出唱片 我就觉得这两个差别很大 一个是我拼了命的 去参加歌唱比赛想当歌手 不得其门而入 对这个是蛮好笑的 然后 你是认识是我吗 我工作有实力吗 但是第二个呢 我根本没有要出唱片 我也没有想要当歌手 我从片子之下跟我阿嬷的关系 情感可以透过音乐的联系在一起 结果全世界都在找我 要我当歌手 要我发片 于是我就这样发片 OK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离开工巢 出了两张唱片 我拿到金曲奖 就叫他方宁安一唱 我可以说是第一人 原均拿到那张唱 也可以说最后一人 因为后面就没有了 就分开了 所以我觉得后面的人 你们不用再努力了啦 你们永远拿不到那个奖项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 那时候很开心 可是我为什么要离 很多歌迷朋友 都是从那边认识我的 很多人一听到我不唱主语的时候 马上翻脸走人 马上关掉 以前那个叫什么 以前还不是FB 那个叫什么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离开我就对了 还骂我说怎么离开风潮唱片 我看他应该是风潮动用的网军吧 然后呢 对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宗室圈 然后我为什么要离开它既定认课 甚至应该台下有很多歌迷 应该读我第二张专期 对不对 也不就想说我为什么要离开 足语创作这个网 流行这一块 坦白讲 这个事情很少你知道 但是我愿意在当代艺术馆 这么神圣的地方来公布一下 就是因为我常常因为几个活动去部落 那部落的年轻人看到我 就哇 哇 你是我们演出你在教啊 哇 你唱了你的歌 我们每天都在听啊 很棒是不是 我说哇 谢谢谢谢 我就想说哇 部落天王 天天姓王 OK 那OK啦 然后就那么一上车的时候 放的音乐就 S.H.E的歌 周杰伦的歌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宁愿你骂我 说你真的好听你的歌 太难听了 一上车的时候偷偷放我的音乐 你很喜欢 我那时候就练同到一件事情就是 流行音乐 因为他不会说到部落转弯不进去 他影响的索急的范围是非常非常的旺 那时候我去来女开戏 小朋友都听S.H.E的歌啊 我就心里想 你怎么会听S.H.E的歌 皮肤那么白 你那么黑 两个是完全不同世界的 你怎么会听S.H.E 论肤色你应该听打个闹啊 对不对 论长相应该听我的吧 OK 不好意思批评好嘞 OK好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流行它不分族曲 所以我决定要去创造自己原住民的流行音乐 但是什么叫做原住民的流行音乐 这个真的让我思考了三年 我离开风潮 真的一路存款剩下七块 一场Case都没有 我就摸在自己 中山东路五段 后相比拳在玉城中原 写对面的一个顶楼加盖五楼那边 想了三年 到底什么叫做流行音乐 原住民的流行音乐 我又不能唱平地人的流行音乐 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语言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唱中文 可是怎么样在这个共同的当中去找到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唱中文 你也唱中文 那一样啊 我就没有办法凸显我自己 怎么样去找 就是一样的地方找到不一样的特质 哇 这让我想很久 因为没有犯例 之前说真的 就是林班哥嘛 北林山貓 那接下来 可能就是一些主 像引一个马这样 鼓调 然后用新的编曲 去诠释 或者是拼贴 但我没有看到 或者像陈建年 他比较民谣式的 然后或者是 比较是 也有一些把鼓调原住放进来 但是真正我认为原住民的流行音乐 还有没有什么一条路是新的 我困扰了三年 后来被一个文学小说家 也是排完整个 到真的走到谷底的时候 他的一句话 让我找到方向 他有个人其实叫走风的人 大家有没有看过 走 有吗 我是中风的人 走风的人 走风 走是 哎 走风的人 你知道对不对 四个字你看得到吗 走路的人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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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风 走风的人 走风 哦不是 也是通风的风啊 对不对 走风的人 他那一本就给我非常重要重要的指引这么说 我当时去那个书局看到这本书 走风的人 哎中文字 可是是什么意思 我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就拿了那本书 一看 哦 撒基努 嗯 怎么现在警察都那么闲 又是唱歌又像个小说 写小说的 OK啊 好 看了介绍 OK 警察那一块都不要讲了 OK 啊 他解释走风的人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他的父亲是走风的人 他是大自然的群世者 也是沟通者 他说排湾土的 我是觉得蛮骄傲的 排湾土的猎人走的比风还快 猎人走在前面那风就 他的意思是说 排湾土非常 就是跟大自然是非常紧密的 那整本书在就是讲人跟大自然的关系 我谎很大悟 明明是个字我看得懂 但为什么不了解这个意团 所以我就体验到 我就发现 虽然我唱中文 但是我只要表达的内涵 来自于个部落 来自于我的 我们务农族独特的生命 历练 经验 即便我唱中文 他就是援助你的 就是务农族的流行音乐 当代的流行音乐 所以我那时候就出了一张同名专辑 有吗 有档案吗 看一下我老婆 都一直没有画桌面也是蛮不会的 对 大家真的可以在里面吧 对 我快速讲 因为我的时间不多 没关系 他们在那种过程当中 所以呢 我这个打开之后 我就开始找到 创作里面 著名流行音乐的方式 所以我就写了巫师一首歌 叫巫师 你知道巫师他就 我没关系不用 我需要训练桌面 打开到你站那边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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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是专辑的方便就是我 好好好 我写巫师 那周杰玉不是写忍者吗 我们布农族没有忍者 准备有忍者 但是我们巫师 所以我就把那个巫师在念念 助导的那个过程 噴米酒的 就把它当做BBOX的一部分 你知道吗 然后 我听到巫师在 我就唱到旋律 没有 我就一直听到 我就听到旋律 当我用中文去唱巫师的时候 没有 周杰玉唱巫师 你会觉得怪 好 另外一首我写那本录 Libunuk是我们 台东布农族的主居地 我唱 我就是代表了布农族 代表了台东的布农族 即便我唱中文 很多的内本 以为是新的动物 看到内本录是什么 它是一个地名 它是一个区域 所以我就觉得 原来 一样唱中文字 但是如果它的内涵 不一样的时候 它的内涵是经过 一群人 生命共通的记忆的时候 它就是属于你的 所以我于是找到这个窗口 当然 因为时间不多 我不想再到 感到的时间 我觉得 说真的 创作这个历程 不容易 那我曾经一直急急急急急的 想要重新让大家认同我 所以出了 很 呃 哇 左风的就是这个 对 没有一串半封面 所以就是这样 好 然后就是出了 后来这个晚 出了战舞 然后真的就越来越流行 也跟阿妹合作 也跟王立宏合作 然后后来签给福茂 一度这样过来 我也在追寻 可是我这几年 从中国好声音回来 可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我现在又回到 紧急盈盈去找 需要别人认同我的那个阶段 就是参加歌唱比赛 然后 希望透过我的声音好听 然后 变得很有名 当明星这样的 可是我 我突然 忘了 我当初是怎么发片 我当初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对着我阿嬷 唱她 熟悉 听着懂的歌 然后让她感动的音乐 然后 就这样 全世界的力量都帮我发片 都帮我 拉我出来 然后一不小心 拿到我进去一下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我现在有这个阶段 我觉得 我必须要回到音乐的更新 必须要回到我音乐内心 最初能够感动自己的那一块 因为当我长 所以 我觉得十六年了 我觉得 哦 我才慢慢 开始懂得去 找到自己的特色跟初衷 当我今天写到一首歌 能够感动我自己 这个感动 来自于 我相对应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我相信 全世界都会帮我找到出口 所以我 不会 不知道我下一步在哪里 因为在我要走下一步之前 我已经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了 谢谢 谢谢 然后我也跟你报告一下 全世界都找你的时候 我有帮他们找过 哦 哇哇 谢谢 那是因为风潮的老板 有时候常常来我借你跟你 然后 然后就突然想 想到他 蛤 我知道 因为那时候大大九小竹 对 因为我们有一个以前的二妹十二的年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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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 都是他的歌迷 对 山树聊天室 对 然后那个老板在找他 他就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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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那 不满能说 你的老婆就是我的头号本事 对 我的老婆 我的其实反对他跟你在一起 啊 这时候后来 后来他为什么加给我 是因为他觉得 嗯 王鸿哥 王鸿离开了一蜂巢 我不高兴 啊 啊 鬼神 很法对他离开蜂巢 很多啦 很多 所以 透过这样一个分享 我谢谢大家 麻烦去了解到 其实原住民音乐这一块 其实有很多的 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那 紧接着 接下来这个时间呢 好 也就是 提问 好 就是 Q&A的这个 现场的 提问的时间 好 那 大概有三十 三十分钟的时间了 好 那我 呃 这个时间里面 我希望大家 好 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 还想知道的 想要知道的 好 或是说有自己 有什么看法的话 那 可以 可以针对 好 好 好 但是 我想请问王鹏 好 好 如果在你 从族语转换到 国理的流行音乐 以后 你除了语言上的 改变 那在 音乐的结构上 包括他的 声 有没有跟着改变 好 哦 嗯 嗯 这不会疼 你是风草的卧底吗 哈哈 没有 闺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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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说就是 从语言上改变 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调整 结构上 和声的结构 OK 和声的结构 OK 好 那谢谢这位大姐提问 然后 很棒的问题 坦白讲 其实 呃 就是副歌 就 一句就可以唱 半天 我就也搞不清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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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样 所以结构的东西 我真的很 很 很疑惑 但 自己本身因为 刚才也有使过流行音乐 所以 基本上 有一定的基础 坦白讲 知道这个段落 可是我后来还是回到 那个 你要表达的情感面 就是 包含到目前为止 我尽量不去想那个框架 有时候那个顺着旋律走 顺着你的 音乐的那个 你思考的那条路径走 就像 嗯 我们去山路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顺着山路走 它该转弯 你也没办法只走 因为前面就是旋爱 所以你就 所以当我旋律 比方我 比方 比方 因为没时间 好了 那是你好了 是你 其实也没有什么主副歌嘛 那我的歌是 是你 好球连他的声音 想着说话的义情 才能说放了你 可是 我这边突然就想 鹿 dia u.x 他 iauaya 海 Card o 腰 我觉得这边少了一个 要 我觉得那个感觉在 海底一直走走走走走走 欸差不多走到都 Darkness 要往上走 所以 就是你 juu U 又回到那邊 一方面是經驗 二方面是從創作本身去找到那個段落的軌跡 那可能會比較自然一點 那有些人可能會先把A段B段C段先框起來 然後就開始 我A段一定要四小節 A2要四小節 然後進一個兩小節的過門 或是一小節過門 然後進副歌八小節 很多人是這樣 但是我會寧願回到創作本身去找 然後當然很多啦 包含發音也是很多啦 母語的發音跟中文字的發音差很多 所以我也在中文字方面去 一直想要去調整 可是有些真的調整不過來 安啊安啊 知啊 詩詩 真的 後來想想算了啦 就是這樣 可是我在服帽的時候也變調過很多次 就是咬字不清楚 都經歷過 但是對我來講 這都是幫助我 找到原來最好的那個 最美好的那個自己 對 確實是以為要過想 對對對 OK 只能簡單回答 因為我現在還有很多人回答 對 不曉得會回答到了 但做事對 好 好 那 那 那 謝謝 各位 那 那 影片來 影片的朋友要 來 來 好 我沒有要特定問來的老師啊 就是我今年二十二歲 然後 因為很年輕嘛 我聽 剛剛三位老師都在講說 剪言跟剪言時期的差異 其實 我完全沒有經歷過這段時間 也從來沒有聽父母 或是家人說我自己的歷史 我自己也是玩音樂 然後想說在音樂體上面 剪跟剪以後 它到底有多大落差 那現在的台灣 跟剪言前 還是有它影響一下 但是說是已經完全轉變 好 那 麻煩請 你好 原來好 我自己一個小小的觀察 就是剪言那幾年 就是說因為 剪言前很多題材 是被 被公開 談論的 或者是 比較是屬於禁忌 可是事實上 私底下都有 都有在談 就好像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事情 我們現在雖然好像 沒有什麼禁忌 可是 有些比較 比較 感覺 私密 有些題目 我們私底下還是會談 就是剪言 可是 我發現 那幾年 就突然爆一下很多題材 跑出來 然後大家都在 比較 比如說 我跑得比較快 我的題目 比較辣 或者是我比較大膽 就是那個 甚至語言使用的形式 那還有一個傳播的方式 那幾年 因為 其實有幾年 一節言完 沒多久 包進 擋進 什麼都開始 那甚至 一開始 甚至媒體 從 以前幾家 三家 四家 還有 我還經歷過一個短暫時期 就是地下電台 那時候大家很想發聲嘛 然後包括我自己也是 一直在聽 晚上在聽 因為 以前沒有聽過的一些言論 或者一些觀點 甚至 假話方式 吵架 都在地下電台裡面 就是傳統的媒體 好像是在 那個 所謂共桌上面 全部拉下來 那些 那個傳統媒體的那種 那種 那種 方式 全部拉下來 然後 然後 新的 新的媒體 地下電台 那時候 全部這樣 顛覆 然後 罵人 甚至在 那時候 還很流行 call in 就觀眾好像可以 可以 直接參與 那個社會 然後 打電話進去 跟主持人對罵 打電話 就因為有時候 沒有 對 很多這種 因為 那時候 可能真的 可以 公民參與的機會 就可能 就地下電台的時候 我自己聽了也很熱血沸騰 都睡不著的 可是到後來 到這幾年 比如六七兩千年以後 其實 這種東西 當然就是說 其實很多題目也 因為 隨著幾個政黨問題 整個社會氛圍 我們也覺得好像 換了黨也沒有 真的沒有用 題目還是在 所以其實 我 其實創作的人 開始在尋找他 真正 跟自己 有關的題目 我相信你也是 在找跟自己有關的 那 不管是族群的 或者個人的 都在找尋找 跟自己 最相關的題目 像洪文 他現在 開始投射 也許他最 最相 最 最早的 最永遠的 那個題目 那個 對 那個題目 會 會就像他講的 那個 是歌在帶著他走 不是他在寫歌 好 那 非常謝謝 這個 傑恩老師的回答 那 我在想說 這個 Q&A 我在想 換另外一種方式 嘗試看看 就是 可能我們請老師 多問他問題 對 對 對 那你再回答 是這樣 那我們接著 請洪文老師 問他 對 你要問 問這個 我們現場的朋友 問題 然後 看現場沒有誰要來回答 我就說 找阿洛來就好了 蛤 蛤 問他問題 哇 真的耶 好難喔 對啊 獎品 你剛剛講這個問題 包括全視頻找你 一個獎品 是他一個獎品 有領悟 OK 有領悟 OK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 嗯 好 你剛剛講了很多問題 哇 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好 好 再把惡品丟回去 好 好 你現在來這邊打乒乓球 沒有 好 好 除了剛剛 我可以指明嗎 還是說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 我們先看那個幾首 好 我想問大家為什麼要來 因為坦白說 我剛剛以為想說 就應該 兩三次 當然我知道 當代藝術館的影響力 認得在我們的藝術這個基層 應該是 很多人 很多知音啦 但是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麼 從張妹妹到 呃 想不贏嘛 啊兩個又都沒有來 所以呢 我就覺得 欸怎麼大家會 有會不會有一點被 被騙的感覺 我就問他說 阿妹妹來都沒有啊 啊想不贏會來嗎 也沒有啊 那為什麼 那我們來幹嘛 所以我就想說 那為什麼要來 就你啦 我先指明他啦 好 因為你有化妝晚一點 來吧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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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仔 因為其實他該會往五分鐘來 但是我覺得他一臉虎影的進來 以為 以為我們是 以為你是長不靈 啊 以為他是三位妹 啊 那我就是認得到了嗎 啊 哈哈 來來來 所以我是 我是從2005年開始聽洪文歌 喔 你創作我來的嗎 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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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時候我在唸大詞說 因為我是唸原住民文學 OK 然後所以 我長久以來 就是例子累積到現在的一部分就是 所以我想要從俗語轉到俗語音樂跟俗語 OK 然後今天就得到解答 然後 覺得很開心 OK OK 哇 太好了 謝謝 其實還有五個原因 但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謝謝你 然後 那我一定會輸入 嗯 OK OK 好啊 好啊 不要這樣啦 我們就流賴好了 哈哈 累死你啊 累死你啊 小賴 好來 我去紐西蘭的時候 發現那個毛利歌手 就是他們的流行音樂 幾乎都是唱美國 就他們把那個巴巴瑪瑞當成神 對 但是我就發現台灣的原住民歌手 幾乎都是唱迷搖 比較多 就是以迷搖為主 對 然後目的他 就是以目的他 當作一個很重要的民族 那我想 就問幾位老師 就是 音樂吉他對你們來講 意義是什麼 就是 嗯 有傳承補救護 或是什麼 從來帶開始 還是 嗯 就自然的使用 音樂吉他去傳播 我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問 實作用者打門鬧 哈哈 因為我每次都讓他們影響蠻深的 小時候也是 我幼稚園就聽過他在那邊走唱 哈哈 哈哈 就知道有一群律神的胡作非為 這個要問一下 你們是為什麼要用 怎麼不幫鋼琴呢 沒有沒有 我講一個故事 來 給黨的問題 我小時候 我一個長輩 他是 他是 三年年代出生的一個長輩 對 他為了 他為了要買一把吉他 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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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演藥 就是跑到南非 去演藥 然後 花了三 花了三年的時間 他為了就是要買一把 吉他 因為那時候吉他很貴 那時候他自己本身家裡沒有錢 他就 他就花了三年 早去演藥 每天去抓他 錢存起來 他去買了一把 他人生的第一把吉他 然後他就 很那個 很犯賞的 每天再碰到這樣 好厲害 即使solo這樣子 所以就我來說 我的個人的成長經驗裡面 我第一次看到其他都是這個段況 就是我每天都會去他那邊 然後看他在表演 在那時solo很厲害 之類的 然後就我的印象裡面 欸 吉他 我慢慢覺得 吉他是一個怎麼講 他不見得是很迷人的業氣 但是他很方便攜帶 以及我在 討論我也可以戴鋼琴 對啊 討論我可以戴鋼琴 討論我可以戴鋼琴嗎 討論我可以戴鋼琴 那時候對我來講 我那時候不小心因為那時候原住民有加分 然後就去讀了那個大學 我每天做的事情就背著他 就覺得吉他 就是很攜帶很方便 然後沒有想說我要接觸別的業區來創作 就覺得吉他 他就是你可以背得到 射出一直把妹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攜帶方便 但是 吉他唯一 就是讓我學習到有結構式的音樂的 也是透過吉他 吉他就讓我知道 原來要按這樣才叫做C大調 要按這樣就是什麼什麼調 什麼調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吉他 這我來講 除了是再重點還有就是 他方便我去 去學到一些所謂的 做音樂的一些技術的東西 很方便 那後來有人都會覺得 哇這個 都會覺得把我坑直看 也很想 但是其實我沒有打鋼琴 耶 然後考慮我也會 啊 真的會帶你問題嗎 要好 謝謝你 我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我覺得那是跟大盤自己有關的 因為說真的 我自己 因為你看台灣的音樂環境 我們收到日本啊 演歌啊 所以你看那個 我們一般靈芳歌 那是大環境 就像ABC回來台灣 他們帶著 像陶澤帶著美式音樂回來 我們會覺得 哇很流行 但美國早就已經 聽都不要聽到這種風格 但是 因為他是有那個環境 那很多ABC歌手 當年王力宏他們來的時候 也會跟本土的流行音樂 也有些衝擊 那好的話 會變得好像是流行的一個創造者 那不好的 他就會哥哥胡入 那我覺得我們原住民 可能早期也深受民歌影響很多 我們早期的創作 像胡德波老師 可能都是民歌運動起來的嘛 所以 我們都有一些 可是 我後來發現 現在很多的原住民的年輕人 做的音樂 哇 還有做電音的 EDM的 很多 所以我覺得跟我們這一代 我覺得我們有比較連結到他們 可是現在年輕人 可能從小在都市長大 我真的聽過原住民的音樂 他用母音樂 不是一個網紅嗎 他一個原住民的 他一直在上 破他的音樂作品 可是 全部電音的東西 他加一些原住民的音場 對 我是覺得 可能 還是跟個人的音樂的那個 像Maskar 他一定是小時候 會常常聽 比較南美洲的音樂 搖滾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是因人而異啦 不過就整個大環境 以台灣來講 民謠是 應該是音樂之母吧 對 好 那杰倫老師 對 還有一點時間 對 的確是大環境 就是說 不光是原住民 就是台灣其他 你看其他那個時代的 寫歌的 就民歌那個時期 幾乎都是用吉他 那 當然是因為 你們那時候的整個產業 包括 包括教樂器啊 教 都是以吉他 還有就是 以美國為首的那個 音樂的那個 輸出 都是用吉他 所以 你聽到那個 民謠就是說 從他們的下面的歌曲 或者他們流行的歌曲 傳過來 用吉他來詮釋 是最方便的 那 雷鬼這個東西 的確 在台灣 就很多人有說 欸 台灣雷鬼是誰說 很多人會覺得是Maskar 其實 Maskar 它是運用那個元素 可是那精神 穿Maskar 是比較搖滑 對 他比較搖滑 他其實是Rocker 沒有 他是Dancer 對 他最早其實是 他是跳舞 跳舞 跳舞 這種身材 對 所以其實 其實那個 其實那個 反拍 那種 在南島 有些國家 其實除了台灣 就是說 台灣比較美文化 就是說 背無名國 可是其實在 在南島 很多地方 就是說 他們的配置也不太像我 說一定要有什麼 他們搞不好 就是一個電子清 再加一個薩斯芳 然後就開始 就開始 就開始 節奏就開始 就開始出來了 然後那個東西 的確是 台灣跟南島 與其他文化的那種感覺 很不一樣 因為我剛好去台下路 一些他們的活動 就 很 那種差別很大 就是 就感覺我 台灣還蠻大陸 體系的 感覺 我可以問問題嗎 還可以問嗎 還可以 再一個 再一個 來來來來 謝謝坦哥也有原住民的話 我只關心有沒有音樂 其實 我前陣子也在跟朋友 在思考一件事情 其實他剛剛有點到的 就是 如果沒有其他 我們一般認為 原住民歌就是 彈其他唱歌 我們走到世界音樂節的時候 其實很多會覺得怪 坦白講 所以我在講 如果原住民音樂 沒有其他的話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我其實沒有想到 因為我偶爾 我不像屬命當中 參加世界音樂節 原住民 各地世界原住民 穿著主服 然後彈其他 這個image已經 太氛濫了 我自己也覺得 那還有沒有別的形式 我沒有答案 各位有沒有 好 給你們 老師 同學 大家好 這是回答嗎 紅根哥的這個問題 是我知道 報酬法 是用那個洗衣板 還有那個大雄 用一個洗衣板 沒有 他們是預算有限的 他們是 預算有限的 他們洗衣板還買新的 然後PASSION BONG 就是PASSION BONG 他有一個是木吉他 一個是那個 奏袋上面的那個 他們其實以脫口袖為主 唱兩句而已 然後那個啊 如果是那個 BASSION BONG 之前那個SAPIM 他是用一個很長的那個 他說叫最初的琴的 就是一個 一個很大的棒子 然後會有類似的像 下雨聲音 就是有一些比較 感覺比較像 鷹竹風的一些 那我覺得那個 在搭配他們的歌曲上 也是有很好的像 這樣 對 好 好 後面剛剛他一直舉手 對 對 對 拿手 綠色手機的那個 好 OK 好 想說你今天有化妝說 是 那 那 在最後一個朋友有沒有 對這個問題 發表像是一個卡 是嗎 那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Cure 可以就到這邊結束 可以嗎 那就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那 接下來 按照我們這個 行程號 接下來就是 下戰成功嗎 還是 下戰成功 欸 下戰成功 OK 那 接下來就是 由我來 這個 錄出今天的這個 主題 但是我試著把這個主題 稍微改變一下 好 我想還是回到音樂的本質 那 我稍微利用 這些時間來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稍微發展的軌距 那 就以我 以我自己的 例子 來開始 那 其實老實說 我最早的 我的音樂的題目 好像是我的主母 這如我剛剛已經講 好 因為他 他是 但是 我除了聽到講話的聲音外 再來是 唱歌的聲音 那 最早 映入到我以前 這個老闆裡面 就是我主母的 唱歌的聲音 那我知道 這個世界 除了講話以外 還有就會 還有就會 還有一個事情都有唱歌 那 因為他自己本身 呃 你也知道 這個 文明有時候發展太久 就會有 染缸的情況 就會有一些很奇怪的 這個 事情發生 那我主母 因為 他本身的名字叫 Persa 那 Persa 在我們母語的意思就是 曙光 不是 所以 他也因為 這個名字 所以他每天一大早就等著那個 等著太陽上來 然後 你家要看了那個大午餐 然後呢 就一直吃 一直抽菸 一直吃檳榔這樣 就等著那個 曙光 一到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唱歌 所以 我自己本身的 對音樂的這個 對音樂這個東西 是 最早是從我主母的東西 開始慢慢的 讓我去了解 原來音樂在 我們人類的文明裡面 是扮演的何等重要的角色 那我再把時光拉回到 拉回到所謂的 contemporary time 所謂的現代 那 我再把時間拉到1949年以後 那 從1949年以後 我們 這一代有嬰兒草出生的孩子 在他們年輕的時候 會面臨到一個很大的一個議題 叫做反戰 那是 那因為國際歧視 那時候美國去打 打越戰 為了要反攻抗惡 那在這個冷戰這個大環境裡面 跟台灣唯一有牽連的人 也就是 1949年 這一代出生的人 他們慢慢變成是 慢慢變成他們是青年人 年輕人 也就是 有的 有的 精英分子 進入到大學裡面 接受高等教育 這裡面 包括原住民的精英分子 那這裡面 我特別提到的 也就是羅德夫老師 在他這一代出生的人 對一般台灣社會來講 對原住民音樂的 最早的印象 最早的印象 就是羅德夫老師 那也正如 他的 他的原住民的名字 叫阿賴 一樣 阿賴是我們一種業氣 傳統的業氣 這個傳統的業氣 已經沒有人在水中 只有留下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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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底 那這個業氣 它 就像 第三世界國家那樣子 那時候的部落民主的人 都會 在想說 除了唱歌以外 應該 那種業氣吧 對吧 可以有一個 合奏的感覺 那這個 福老師這個名字 它就 就是代表那個業氣 那個業氣 類似 類似 類似的一種業氣 但是它又不是 因為 它又像 鼻底 它是用鼻子吹 它也是 它也是 它也是用 我聽老家說 也是用 用 用嘴巴吹 但是 它同時也可以敲緊 這樣一個很簡單 這樣一個業氣 那 那 福老師 不用多說 對我們 對我們後代的影響非常深 非常深 那 因為福老師的關係 那 我自己很深 也慢慢進入到 所謂的台灣的這個社會裡面 那特別 特別是有關於 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 街頭 街頭運動 社會運動 這一塊 那因為他的文件 然後 我們剛剛幾乎在這塊裡面 認識了 一些前輩 或是我們 皇上同輩的人 那 講到這裡 主要是 我主要是 是覺得 福老師 他除了做業以外 他自己本身 一直 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 讓 所謂 原住民 這三個字 讓他能夠 展現出 他真正去有的力量 來追求 所謂的 這個 轉型正義 他一直想要 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 他的歌 對我們 對我們 這樣的思考的 影響最深的 就是 就是 我們好像是 會要背起這個 由於某種社會責任 或 允許的任務 之類的 那透過他自己本身的 親身的體驗 親身的代表 讓我們 感受到 我們做音樂 做音樂以外 是不是 我們也要 去 去 為了這個 某一個同學 他們 應該有一個 重點 來一起 來一起 努力 是吧 所以我們 這個大使時代 就是 就是 深受他 不管是 生教人 教人影響 那樣生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就是 他是 有時候 有時候 在創作的時候 有時候他創作 他這個人 有時候創作 很孤單 他就開始 欸 你來一下 有一次 我會跟他教的教訓 然後就 欸 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種 一個音樂創作者的 那種孤獨感 那個孤獨 那個孤獨 那種孤獨就是 在我 在我去 去他住的地方的時候 他已經是 練有滿面的 然後 一個長輩在一個網邊 面前 有類似一個很難 很難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敢問他 為什麼會長 我是等下哭完了 然後 他就 他就拿起身邊的一把吉他 然後就開始 開始在 吞吞唱唱 然後他也 他也希望說 我們能夠一起 一起 我們就好 我們就一起這樣 那 透過這個 本身 這個長輩的這個 這個 親身的教育 也讓我幫他學習他說 原來 就音樂創作其實 有 會感受到那個 很深 很深深的那種孤獨感 但是就 音樂創作的人 也需要那個孤獨感 也需要那個孤獨感 那 他就變成是說 他一邊彈吉他 一邊在跟我講 然後他一邊彈吉他 就用唱的 來跟我說 說教 這樣 我說 哎呦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我原來 罵人可以用 用唱的 然後 就這樣一個分享 那 所以 在 所以那時候 這些長輩們 在明哥那個年代 明哥那個年代 那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那 縮小道遠 對你自己本身 這一塊的話 其實 他 就對我來說 他教導我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我們要拿自己的 其他要唱自己的歌 寫自己的歌 那 你用政治的 政治術語去解讀 那就是搞黑骨 搞獨立 但是 並沒有任何政治化 那時候最主要 最主要用 最主要一個精神主要就是 你自己決定你要幹 不見得要被 被某一些勢力 所掌控 所影響到 所以 當下 你拿起你自己的吉他 然後 唱自己的歌 然後 演自己的歌 然後 再唱給 有需要的人 這就是 這些長輩 所以 民歌對研究民音樂這塊 來講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脈絡 這個脈絡提供了後來 後來提供了整個社會 整個所謂的 那個 那個 等於是興起 年住民浪潮之前 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好 很重要的一個脈絡 那沒有這一段的話 也許 也許 也住民浪潮 便沒有那麼快給我們 實現 沒有那麼快實現 所以 所以 我們就 深深感受到說 我們 在一個那個 這個年代裡面 我們感受到 長輩 是感受到他們 他們 不管是 也不管是 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熱情 可以感受到他們 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的 這個氣候 這個想法 那 在 在這樣的一個年代裡面 慢慢慢慢慢慢 進步到 所謂的夜團時代 那 這個夜團時代 幾乎在民歌 民歌慢慢慢慢的 退出這個 這個音樂舞台之後 就 就有一股 就有一股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什麼 就是 欸 我們除了 拿起吉他 然後唱自己的歌 然後寫自己的歌 然後寫自己的歌 又那麼怕孤獨 欸 我們剛剛乾脆就搞一群人了 因為在民歌時代 亞布奇可能三個人 而且 而且慢慢在 在台灣經濟起飛之後 慢慢的 生活有所改善 那 後來 很多 五字頭 五字頭 甚至六字頭 他們也開始慢慢 覺得說 欸 我們是不是要 要有一群人 來來來來 來來來 做這樣的事情 那 因為深受到 譬如說 在那個年代裡面 現在的媒體還沒有那麼發達 那特別是我要講說ICRT 那個 美國 在 美國的一個 一個電台 他所播放出來的 都是 跟美國的一個行業 之餘 其實他也會放一些 比較屬於 美國當代很重要的一些 樂團 民謠的樂團 所以 慢慢慢慢慢慢就有一股 那時候 一般人的說法 我們那時候叫做地下音樂 underground 這種地下音樂 樂團 這個氛圍 這個氛圍 特別是在70年代 慢慢慢慢的音量出來 慢慢的在 在整個 台灣的音樂界裡面慢慢冒出頭 那在原住民這一塊裡面 當然 當然要提的話 一定是提顏音社 對 那時候簡單講 我是顏音社的一個成員 那我們當初 當初的想法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會覺得 我們這樣街頭抗議 喊了半天 似乎會流於一種疲憊的狀態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音樂來表 來試著跟台灣社會 甚至全世界來表達我們抗 是什麼 然後我們已經不是拿吉他寫自己的歌 然後唱自己的歌 而是要有一個行動 我覺得樂團就是 延續林哥的一個精神遺憾 但是它在行動上 但是在行動上是 已經開始有一群人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 我們可以用音樂這個武器來表達我們看 這樣 那在原住民這一塊裡面 樂團時代裡面 原音社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例子 很重要的一個樂團 因為他 因為原音社 所以之後 會有很多的 年輕的 想要做音樂的人 會覺得 原來演出民歌可以這樣唱 可以這樣寫 可以這樣發表 可以讓他講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所以 原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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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出了一張 《A.M.I.到天下來了》 這就了 但是 然後出來這一張裡面 其實 想法是很單純的 只是要表達 我們只是要用音樂去表達 我們對一些 原住民一體的看法 原住民一體的看法 那不管 這張專輯裡面的歌 是嚴肅的 還是威脅的 這裡面都有 都有可以去 值得討論 特別是有關 原住民一體的 討論的關鍵 非常大 那也因為這張專輯 所以 似乎把原住民當場 慢慢的 推到一個台面上來 等於是 原音社這張出來之後 有更多更多的 原住民音樂的創作者 他們 似乎 更確定說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你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 那時候我們 後來 其實出這張 《黑門道令天亮之前》 我們也出了一張 我覺得現在很奇妙的一張歌曲 那時候有三個人 那個 蕭普德 小刀 還有那個 張士山 後來的這個角頭 那個 他們三個人 弄了一個 弄了一個叫做 很流行 那 這個 這個 這三個人 他們 他們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們一直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麼 他們這個公司 後來出了一個章 叫做 埃國團體 埃國團體 對 那在埃國團體裡面 似乎 就 後來對 所謂的 台灣音樂的 台灣音樂的 夜團時代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理想 這個專輯裡面 後來很多團是很紅的 包括午夜天 還有董事長 還有 還有 施文衛 等等 等等 那這張專輯 它很妙的地方是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樂團 都有它自己的議題 帶到這個專輯裡面 那 演藝社剛好 那時候 透過決任的這個介紹 然後認識 認識他們三個老闆 他們就 決定要用我的 眉色這個歌 來做這張專輯裡面的一個議題 等於是我們這個 也反正代表了 原住民 然後進入到這個專輯裡面 然後再講一個原住民的議題 那 要跟大家分享是 這個專輯裡面的歌 演藝社的歌 是我寫的 這個好玩的地方就在 也是說 這個歌名 剛剛結合人談到那個 一首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唱法 然後我們一直很 一直很覺得有一首歌很有趣 那應該有的 朋友應該有聽過 這歌名 歌名叫做山上的孩子 那 也有一種唱法是 救國傳 時代 然後流傳的 一種唱法 就叫做山上的孩子 山上的孩子 都沒有傳孤子 類似之類似 但是我們想想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人 到了某一個程度會一種包袱 這個歌好像有一點點巧 看不起我們的長絕 會吃 很敏感 我本來就寫了一首 寫了一首 跟這個歌名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是很嚴肅的在表達 沒有 其實 其實並不是 然後我就 這首歌我就把它寫 就是把它寫成是一種 哇 好像 騎士放駁的那種 那種 那種無靈音樂的感覺 然後 就是 生生孩子 其實 都有穿褲 之類的 而且還有穿內褲 內褲 內褲還有雷絲編 所以 等於是在夜團時代 也就是半夜更重要的 這個發展軌跡裡面 談到夜團 研究明夜團時代 要特別提到這一段故事 這段故事 對以後來的 研究明音樂的發展 這個局面 有一個重大影響 那一直講 一直在談到現在 那我主要針對兩個角度 一個 一個是 研明會 在孫大川老師的 主政的研明會裡面 他們提供了一個 我覺得 我覺得 還實際影響到 後來研究明夜團的發展 一個 一個 一個行政法規 也就是 所謂的 征選 那個 研文會的那個 征選辦法 音樂 音樂綁住 音樂創作 音樂創作 這個 這個東西 我特別為什麼拿出來講 是因為 後來有 很多很多的 原住民音樂創作者 靠這個補助 然後大 然後就 出轉型 而且不是一張兩張 大量有出轉型 包括 散布衣 這些 包括 他們都 因為有拿到這個補助 然後出轉型 就等於是 這個補助辦法 他等於是一個推手 就把 原住民音樂 音樂這塊裡面的 更多 想要走音樂的人 等於是把它推出來 你看大家 包括我 包括我出的兩張 都是靠這個補助 才能出來 才能夠為我做出來 也就是 原則這樣做 就是 對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 老實說我們 都不太會賺錢的人 政府有這麼 美好的意思 我們就給它拿 我們在做 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 這個辦法 我特別為你們提出來 這個辦法 這個辦法 是特別 特別 這是 我覺得特別重要 然後你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 原住民的官僚裡面 有這樣一個 有這樣一個 比較新 比較有作為的 比較有新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辦法 是一個很好 那另外一個 我要提的就是 有關於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的 那 我要講的就是 沿川大賽 這個事情 那這個沿川大賽 當然裡面 包括除了所謂的 台語體 柯語體 柯語體 那也因為 也因為這個大賽 你知道有很多的 年輕的 研究裡面創作者 或是樂團 他們 怎麼樣 他們開始嘗試寫文語歌 然後 他有很多 異曲的 有想法 也因為這個比賽 然後就讓這些 我們應該 應該要寫自己人語的 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引用 你知道 有這個大賽 真的 真的 提供了很多人 這樣的舞台 包括我自己的事 不要給我拿來兩次 啊 嘿嘿嘿 嘿嘿 我 我 欸 好 你 你還是 你住民老年年紀好 啊 那 那 這個比賽 很有趣的地方 就在 幾乎每次這個比賽 一來 就 感覺到 那個 還 影院的那種 民族性就 真的差很多 那 台語體完 大家好 比較 競爭性 很強 刻意的 好像也是 樂團之間 好像都不太 不太 不太 他也就 一個 哦 你來了 然後就在舞台後面 就開始 大家回撐圈圈圈 然後在那邊 一直喝 然後還拿去唱歌 然後我想說 我想說 哦 你們這比賽性 真的很好人 哪裡好 我就是要撥壞他們 撥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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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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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點多的陰謀 有些 也就發現 在那個大山裡面 很有趣 嚴重 就好像同學會這樣 哦 我們同學會 我們又開始 集會 這樣子 然後我們 有時候會 看到 音樂圈的朋友們 會請台語組的人 還是 還是可以的 然後通常 他們就來一下 然後就 就很認真地 開始要 哦 開始要怎麼樣 啊 原住民傻瓜一個 就去撐壞 一起 然後在那邊 哎 講到 音樂圈的事情 然後 哎呀 你不會得第一名啊 你放心好了 之類的 就這樣挖苦 然後就 好不講 得第一名的話 你也分不到多少錢 為什麼 因為 你看看嘛 你 比如說你第一名 三十萬對不對 那你 你找了六七個人來 哦 你這樣挖一挖 你唱歌也沒有多少錢 高虛跳啊 哈哈 所以那個 那個你知道 這個民主性有時候 他會 他會是在一個 呃 原住民音樂的 一個發展鼓器裡面 會是一個很 隱性的一個力量 這個隱性的力量 我還 我一直 我一直希望 他還沒有保 哦 因為 因為 就正如我們的 祖先 或屬靈 告 告進我們 是 哦 我們要 真的要懂得分享 對 可是 七三三打類 你就是要分享 你不要照明幾個 發生自己的 分一下 你三三打類 過來 你就需要開始 開始分 那 所以這個分 有時候 因為這個我頂持 發展到最後 就是大阪鋼 有很不好的 但是沒有很不好的 講 但是要重要的 就是那個分享 那 那 我很感動 甚至於我 其實會遙遠在市 是每次 演唱大賽的那個 部分 真的真的 我就是 好 我就是超愛這個 研究員這一點 大家會 接在一起 開玩笑 互相挖國 互相自我檢查 那 其實 用到這兩點 來說明 我主要來說明 就是 未來的 研究員 發展的軌跡 會因為 目前 到現在2017年 會因為 這個兩個 兩個 兩個事情 會因為 剛剛講的 第一個 就是這個 聯名分補助 第二個 就是這個 年初大賽 會因為 這兩個事情 他會一直在進行 正在進行 在 有一個變化 那這個變化 到後來 是怎樣 目前 還不知道 但是他 在目前來說 就現在 已經到2017年來說 這兩個事情是很多 那 他是很實際的 去印象 印象到 研究員發展的經歷 那 最後我要 最後我要提到 就是 就正如鴻恩 還是傑恩老師 有一個 有一個共同問題 就是 什麼 什麼 什麼叫做研究員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也一直哭了 哭了 那 如果 他如果沒有答案的話 那 也有可能就是 原住民 自己 會提供答案 給我 他會 剛剛 會變成 什麼樣子 就會想 哦 原來是這樣 那 回想到 當初在想 這五個字的時候 原住民音樂這五個字的時候 你就會 我自己 認為是 你就會 有一種狂難道的感覺 那 所以 最後 要跟大家 一起 分享 就是 像 鴻恩啊 還是傑恩 我們都在各自不同的 原住民這一塊 各自不同的 努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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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也很希望 還真的很希望 我們能夠走出 更大的一個局 局面 那傑恩在 特別是在 陪 陪伴原住民這個 路上 他也付出他很多的心血 還有他的酒量 還有他的肝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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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 我還是 期待 我真的很盼望 我真的很期待 很盼望 就像小雪老師 剛剛有在講 就是 張惠妹 是台灣的張惠妹 閃揮是台灣的閃霍 但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 有一天會變成是 請世界知道一個王紅 代表著台灣人住 我說全世界 他已經不是只有在 部落 或是在台灣 他是一個全世界人 我們希望有這個局面 能夠出現 因為畢竟 畢竟老實說 台灣 老實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再說 台灣的營業簡直是正常的 我們要走 對不對 我們要立足 立足部落 然後在台灣 然後 更像在全世界 發揚光大 我很期待 我們有這樣的 原住民的 代表性人物出現 真的很期待 就正如 巴馬里 或是誰 巴蒂爾 這樣的 這樣的 出現 那 它代表的是一種 很嶄新的 很有企圖的 一種 一種發展 那對 當然 這裡面 一定會影響到 原住民的發展出現 那 我想 最後用這樣的 我們一直都互相鼓勵 互相支持 謝謝專家 好 那 緊接著 我們再回到 我們 杰仁老師 來 再繼續幫我們論述一下 澄清一下 我酒量真的不好 所以才會 被提 被討論 酒量不好 那個 那個 我從 其實我自己沒有什麼 論述的 能力 但是 我想講 台灣的原住 就是 在政治符號上 原住民這個 文化 我覺得是台灣文化重要的 一個 一個 表證 就是說 就像當 打格鬧剛講 尤其是分享這一塊 它非常重要 那 就像他剛對比的 那個 在 每年的原創 大賽的後台 那 因為從第一 我第一年剛好就當評審 第一季的時候 然後 原住民是 就是 真的 都一家人 非常明顯 欸 你明明是 好幾年沒見 欸 你剛剛去哪裡 明明是 可能四五年沒見 就說 你剛剛去哪裡 都沒看到你的 就是 一群人 然後到 到 現在 一樣 後台 一區 非常明顯 就原住民 一圈 就是在那邊 就好像每年的 一個 年紀或空年紀 或怎麼樣 然後其他族群 就非常 認真 準備自己的音樂 不然就在那邊 準備待會兒要講什麼話 這樣 其實這個 這樣講好 也不好 因為我自己在 一直在 尤其這幾年 在做展演的事情 從 其實從以前原社開始 到現在在鐵花車 在準備這個 其實 因為中間我也參與了其他 一些 一些表演有關的東西 比如說跟小劇場 跟舞蹈 跟什麼都做 然後 其實 就只有跟原住民 一起做表演這一塊 其實非常 那邏輯非常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暖身 比如說 如果跟劇場做暖身 可能就要三個鐘頭 再做下午的 暖身 然後 走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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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一堆題目 然後 有的上台起來 想要先 先靜坐 這樣子 然後 跟原住民表演 可能 一到先 拿個兩手 大家 先潤喉 那你 其實不一定是原住民 只要是跟音樂有關的 大家 很習慣會拿 拿酒 這樣子 這個文化 其實在台灣很普遍的 不是原住民 那 不是真的在跟原住民 一起表演的時候 會特別明顯 大家就不會去 去想太多 甚至我 我到 有時候甚至 有的歌手還不給我 排歌單 因為我可能比較清楚 那 那我自己可能 他們就 欸捷人 你幫我寫他歌單 就是 長期以來 我就會寫作做這個角色 那 很有趣的是 就是 這種 當然 就是表演 有一些 比較學院派的表演 就是說 你每次這樣表演 都不正經 就是 一定要借由一些酒精 或者某一些 比較儀式型的一些方式 可能 大家都覺得 以前儀式裡面 就是要透過 先透過酒這個東西 那於是 其他的 其他的人 來看這個 就會覺得 好像有點嚴重 這樣 尤其 比如說 我講一個比較大的 我見過 像原物者 原物者 現在也不太會喝酒 可是 柏惟有一兩個 比較年紀 比較資深的 像以前的阿道 他就是 表演前 他就一定會進入 他自己會進入 他自己的那個狀態裡面 那這個是一種 一種 我覺得很有趣的 一個部分 就是去觀察 就是說 他沒有對錯 可是的確 藉由一種方式來 達到表演前的融入 那 尤其是 後台 那一群人 那歡樂成一團 一家人 我覺得那個 那個真的已經 超越 比賽或表演 本身的那種 情根 所以難怪 就是說 那我會 懷念 就是說 因為每次的 在後台的那種經歷 就是 不管得名 或不得名 表演前 大家變成一家人 然後 拼了命名 你要再報一次名 其實 就是有一點像是 為了再參加一次 冬年記的那種 感覺 這樣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感覺 這樣 這是一個 一個音樂人 一個豐 豐 豐豐的一個慶典 我覺得那個是 很有趣的 今年好像八月多 又有一次的 那 我再回過頭來講 那個 音樂 音樂這一塊 就是說 的確台灣的音樂 長期被 美國的文化影響 於是 我們被 樂團的 不管是流行歌曲的方式 或者是 還有教會的 一些 一些 不音歌謠的 一些 一些唱 唱的 那個 教 影響 那所以很多 民歌的 裡面也有很多 這個部分 那 還有就在原住民的歌曲的傳統 也有 用到吉他鋼琴 這樣的一個 一個 元素 樂器 那剛剛黃雲前面 那段 他問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還蠻想回答 我這裡 我這 其實 我真的就看過來台灣 表演的 一組 澳洲原住民 他們的 配器是什麼 一個爵士鼓 就是 搖滾樂團的爵士鼓 然後再來呢 沒有了 就三個女主唱 就三個女主唱 然後那音樂是什麼 就是很好聽 對啊 就覺得 我們都以為有爵士鼓 就要 再來呢 就一定要低音吉他 就是電貝斯 那低音貝斯 就電貝斯 可能是電吉他 或者木吉他 不然就keyboard 會什麼 有時候會再多 這都是美國式的那種 我們看電影 會看得到 可是這個團 就是這樣 一個爵士鼓 他爵士鼓的 設定還跟 跟那個不太一樣 自己會加一些 其他的東西 電子的 然後就三個女主唱 然後我聽完 是有道理的 是很好聽 然後又沒有不好 對 那於是台灣長期很多音樂人 我們在 在這三四十年的 就是被美國影響 被日本影響 這些音樂的那種 聲音組合的脈絡裡面 都會被這種習慣 都一定要 覺得有爵士鼓 就要有什麼 我們都會被這種影響 那這不是不光原住 就整個台灣的樂團的 走向都這樣子 那當然這十年來 有不太一樣 就像侯文長 電影的做什麼 開始有了這樣 或者是政治 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說 在台灣現在這幾年 開始有 比如說拿口號 因為加上麥克風 就會變電影的元素 跑出來 我們聽筆笛 筆笛的使用 其實跟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有沒有聽過中國的鼓琴 那兩個音量是一樣的 那兩個對談方式 也都是非常小 很小音量的那種 可是現在因為加上麥克風 加上電子引氣的 渲染這樣子 於是他可以做很 很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 就是大家看到 他剛剛講的 山上的孩子 那一首歌裡面 那一段時間 包括我自己的編曲 都會被 那種好像大地之愛 那種的音樂 編曲氛圍給影響 於是我們那一陣子 其實很多人的原住民的編曲 都出現了這些 這些劈器使用方式 可是在這幾年 我看到有些不一樣 比如說甚至在曲風上 有些非常龐克 他甚至去 去反過來 他不是去正面去看待 原住民的文化這件事 而是用嘲諷的方式 比如說我講一個 突然叫做 漂流出口 可能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他們唱 比如說他們唱一首 以前一首歌 朋友們大家 大家都知道 飲酒歌嗎 介紹 介紹歌 然後 他把那首歌 就完全用自己的方式來詮釋 你會覺得 對 這是年輕人 去看待他現在的飲酒 喝酒 或者是介紹文化 這是年輕人的方式 那我覺得他們用龐克 甚至更新的 比較厚的一些 或龐克的一些方式 詮釋 我是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那也有就是說 也有一些 不一樣的電子 就像饒舌的 那在饒舌 因為其實饒舌的部分 因為我當過幾名評審 每次碰到饒舌的部分 我就會 不知道該怎麼評 因為是這樣 原本饒舌這個 他就是很顛覆 有很多語言 那可是 足以創作這個 這個其實是要 復興語言 他其實 扛了一部分的責任 是要復興語言 可是饒舌就要 去顛覆語 你就算饒舌用台語 用中文 用英文去寫它裡面 你叫那個 老師來看那個文法 絕對是 絕對是一堆紅字的 那你 如果足以 又做饒舌的時候 那我們來看待 比如說有足以評審 會先去看 就一大堆 一大堆 那個 插搭插舌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饒舌 他們原本 他們文化就是在 他很多語言 就是這樣子的做 對的對 反抗 甚至反抗很多傳統的 一些價值 連語言的組合 都要去 對 很印象式的 或很拼舌式的 都在裡面 那於是我覺得 要面對這件事情 是很有趣 就是說 同時要去 父親語言的同時 那同時 我們又在破壞 很多甚至結構 或者甚至嘲諷 很多傳統的一些價值 我沒有提 我沒有要 要批判任何什麼 可是我 我自己覺得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在這裡面 那 我覺得 每年的 原住民的 剛剛講的什麼比賽 原創比賽 對 裡面都會有一些 很不一樣的一些 一些這樣的作品 那如果大家 譬如說想要看的話 其實我都覺得 其實 都可以 我不曉得 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甚至有很多 落榜的 因為其實因為 有些評分機制 會讓很多 很有趣的東西 就 跑到 落榜 這我自己當過評分 知道因為 很殘酷的一種 一種 現實 妥協這樣 那 我不曉得 我自己都很希望說 有沒有可能 以後把這些落榜的東西 變成一個 有趣的發表 一個東西 甚至比如說 我自己鐵花順 都很想去 找這些人 這些有趣的作品的人 找出來 那當然就是說 我 這希望 可以早點實現 那 那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大概 我把 從張惠媚到 張惠媚這個東西 其實 這個都在主流裡面 我們認為 就是 他已經 非常被肯定了 這樣 張惠媚 他的 這一張專輯 其實在 大家 預測 其實 原本就是 會 會受到很大的肯定 這樣 可是在商業上 事實上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他不可能 靠著專輯 賣很多錢 現在歌手 都要靠著 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 光環 然後去音樂節 或者其他的商業 然後來 來平衡 或者是往下一個專輯 或是往下一個製作來走 這樣 我指的就是他的專輯的部分 那文化部分 相互已經沒話講 他原本就是在這條路上 是不會跑掉的 那 可是呢 在 還是一樣 很多像 我剛 我剛講的很多 很多小眾的音樂創作者 甚至他自己也 也捨了東西 我聽起來是很流行感 企圖很強 可是 就是不會受到評審青睞 也不會受到 主流市場 或者其他的東西 侵賴 我覺得還是要鼓勵這些 這些創作者 都給他們一些平台 都給他們一些機會 去發表不一樣的東西 當然現在媒體已經有 不像以前傳統媒體 都要靠上電視 因為現在網路平台很多 有很多方式 可以出來 可是我覺得 還是要鼓勵現在很多年輕人 就是說 多用自己的方式來發表 來發表 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已經有很多非原住民的人 開始寫原住民的母語歌了 這個 甚至像去年有一個樂團 叫椅子樂團 可能有人聽過 他這一首歌 一定就是 他把 他去 他去畫臉 也是阿美族朋友 他把他 他直接裡面一半都是阿美族的母語 雖然唱的不是很標準 可是他那個成 他那個 我覺得已經很 很有趣了 就像他看到以前 也會用台語來寫歌 所以什麼是原住民歌 這個已經 越來越有意思了 就是說 音樂這件事 流行歌曲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都 連流行歌曲 我們都越來越難辨認了的時候 那更何況原住民是三位字 以後有很多非 所謂的 在 真正佛號上面 配原住民的人 也參與這 這裡面 我覺得是很有趣 因為像我自己 配原住民以前參與原社 後來參與很多其他 原住民的音樂的製作 我在裡面的身份 當然也很有趣 他們會稱 我熬了舌 好像很原住民的漢人 其實 我一樣還不是原住民 不是原住民 那 一樣 接下來的人 已經開始 非原住民 用原住民的語言 無語來寫歌 參與這樣的文化 其實我覺得 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 台灣的文化需要 這樣子不同的人 來參與 來進去裡面 然後一起實踐 多元的一些趣味 我想要講的就是這個 因為從張惠妹的上 故意 這感覺好像一個非常 非常商業 非常天厚 但一個是非常部落 其實我覺得中間 太多灰肩 值得去觀察 去關心 我先講到這裡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 解任老師 解任老師 解任老師在 在我們研議室 他是一個 你知道他是工具人 他 除了要製作我們的音樂 幫我們的錄音 因為他還要幫我們寫 因為我們有的人不會寫 人是連結果都不會寫 我覺得 幫我寫一下那個 我覺得 去買酒吧 所以 所以他 所以他對 但是他對我們 對 別人不講 他對我們 原因是 影響變很大 那影響是很深層 很內在 很內在 這樣的秘密 大概就是我們幾個人知道的 那 所以他能夠 能夠願意跟我們走在這條 路上 我們覺得 我們都不會覺得孤單 不會孤單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再把時間 交給我們的 宏恩 好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的 水庫 快滿出來了 對 一直發出信息說 你要洩洪囉 好 那 我們這些時間 我幫你先 好好聊 好 我就 我很快 你順便當主持人一下 我 沒關係 你出去一邊就回來了 好 慢走 好 快速講 今天非常開心 也謝謝 台北當代藝術館 邀請你三位 剛剛 其實我做了很多的筆記 想做結論 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題目真冷 我覺得 呃 當然這是 可能他們要準備一個標題 但說真的要談的東西 真的很多很多 那今天是結論 那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結論 那 呃 我只是覺得 原住民流行音樂發生 的軌跡 那我們現在談這個軌跡 所以 還沒有結果 也沒有答案 那 我覺得至少 身為部落的小孩子 我覺得 我們很開心的是 我不知道答案在哪裡 但知道 我至少知道我的部落在哪裡 我至少知道我部落幾個老人家 他們還記得什麼東西 所以 我覺得我是很幸福的 那 我常常就是會 回部落 不聊音樂 聊他們打獵 聊他們生活 我就覺得 可能沒有答案 但我知道 我該怎麼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 呃 或許對我來講 是我要跟大家來分享的 那 我想用一個故事 做結尾 因為我說真的 部落也在變 你們以為部落單純 也不單純 他們來講 也是蠻複雜的 我說真的 我們自己身為原住民來講 其實部落也在變 也受到外面的衝擊 不是說來到部落都很單純 我跟你講沒那麼 沒那麼一回事 你知道嗎 文明 它的衝擊 是各個角落 我們必須要承認 部落也在改變 所以我一直在想 到底要怎麼去做這個結尾 那我想說 就用一個故事 講到我一首歌 一首歌叫 風之谷 然後來做我今天的節目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 那 欸 剛剛不是有人問這眼啊 其實我們沒有經驗那麼 是誰 走啊 好 什麼 這眼時期還是什麼 因為它很年輕嘛 OK 我經歷到一點點 跟這個東西 也跟那個時候 有狀態有關係 希望可以回答到 這個故事是這樣 就是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我們第一堂地理課老師 把那個大陸的地圖 拉下來 就問我們說 你們的主題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嘛 平地的同學 我平地的同學 哇我知道 符咒 貴咒 他們知道 他說說 我們大概 因為我是一平地國中 我們大概五六個元主理 就一直在想 欸我們大陸的家在哪裡 真的不誇張 我們一直在想 欸我們大陸的家 在哪裡 然後我們幾個 故事差不多了 我就問他 隔壁 欸欸欸 阿媽有沒有跟著大陸 你的家住哪裡 我就說我就是住你淋居 對的啦 他就說 你那個 阿媽沒有夠長 我家住哪裡 我就想 那怎麼辦呢 我就想他一塊流到我 我就想那我就隨便掰 我就想他挑蒙古好了 因為蒙古 所以高流下 你知道 又很大 我就想 哇 欸我們去選 我們幾個是原住民的喔 我們去蒙古好了 我跟你講現在可能 你沒辦法今天那個 被問主題這個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很恐慌 我們大陸竟然沒有家 這件事情 然後點到我們的時候 你知道嗎 老師看到我 好 你們三地人大陸沒有家了 下一個 他說我們大陸沒有家 這我 很難過 我跟你講 我就回家問我阿媽說 你為什麼大陸沒有家 你為什麼大陸 你想一想你大陸一定有家 我不誇張 因為真的我們已經住 我根本沒有外界的資訊 我根本不到大陸 你知道 我就一直逼我 你想一想你到底你是怎麼這樣做 隨便 阿媽 我說那你家在哪裡 我阿媽就比了一個後扇 就拉邊這樣 拉邊是什麼意思 就是她說後扇 就拉邊 小時候這樣 背下來 我就寫了一首歌 我就是在想是說 創作她其實就是在把內心的一些情感 透過自己的旋律 透過自己的抒發 然後讓她變得更能夠感動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心裡想 當同學問我 你家住哪裡的時候 我總不能比那邊老 我就覺得這樣太遜了 然後我們大陸又沒有家 整個都沒有家 怎麼辦呢 好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方式 所以我就寫了一首歌 好 當同學問我的時候 我就說 我的家呢 是在風的起源處 就風的吹出來的那個地方 河流的最源頭的地方 山谷最深的地方 當太陽升起那一刻的時候 第一道光芒直接射到我部落 我就覺得 哇好美 風吹到 欸你們吹的風都是我家的風喔 收起來收起來 所以我就寫一首歌 風之谷 他是這樣 2 2 4 5 4 有没有 回家的感觉就是这样 所以 好 我的总结 因为其实结论跟那个 不是很重要的人 去上厕所的人 都做了很多的结论 那我的结论其实 刚好这次我一去美国 哇 真的感觉 一去比赛感触真的很多 那我想其实初衷 大家都知道 但我觉得其实初衷 欢迎哦 我觉得如果再次遮住现场 如果有创作或什么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情感最重要 初衷其实就是自己的情感 就像我对目录我自己的情感 很多原住年轻人写屋歌 就像刚刚姐姐讲 为了写竹语歌 报名可能机会比较高 就写竹语歌 可是不知道那个语言的情感在哪里 我的情感来自于我阿嬷 我还没有听到听懂母语的时候 我阿嬷用她的母语告诉我 我是用这个方式跟你沟通 所以当我在讲布囊主母语的时候 我是带着这份情感 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在写主语创作的时候 只是为了填字 填旋律 所以就会发生像节论讲的 很多结构会乱 其实她发音不重要 你刚刚讲平地远时的阿嬷 我听了我一定很感动 因为她的情感也放进来 那个跟语言到底发出标 我觉得不重要 重点是她的情感是真实的 那我一直也是这样告诉自己 我觉得未来 我觉得网路资讯这么多 这么发达 素人为什么红 因为她真实 她没有透过包装 但是我觉得素人还缺了一个情感 最后我的一顶是这样 人家勇猛说词跟曲 还比较重要 我认为生命最重要 因为只有生命才会影响生命 谢谢 那不管如何 我用这首歌来做今天的这个结论 我用这首歌来做今天的这个结论 这个歌它是一个好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 就是我们的资产 就是我们的宝贝 希望不管是音乐 还是任何的形式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资产 找到自己的宝贝 那这个歌它就代表了 不只是只有代表阿免兔的感觉化 也不只是只有代表台湾的感觉化 它更代表 更代表就是 它是一个世界人 都是属于前世纪 因为这个歌声 他能够在这个地球上 在这个宇宙里面 有很多人说 哎呀 有很多人会觉得 阿免兔的音乐可能 可能会有失或不会 因为几千年 发出第一个声音的 这个声音 其实它已经贯穿平流程 已经跑到怎么样 跑到宇宙的这个空间里面 在流程 它并没有消失 它一直在 一直是在这样一个宇宙里面在跑 所以 最后我要用这首歌 作为决意的 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共同的 就是 不管是做业还是做什么样的 是请我们希望 大家都能够真正的 精进业业的 然后非常轻心轻力的 在自己的领域上 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 那不管是从彩画面到 想呼应 这条路走下来 音乐这条路走下来 我相信杰瑞老师 洪文老师 他们都感同身受 就是 这走下来虽然漫长 但是并不孤单 因为 有你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支持 鼓励 来 我们最后给 这两位老师 掌声鼓励一下 好 那 今天的 周堂会 希望不是只有这一次 我们希望能够 更多 更多有关这一广队的 周堂会能够 在台湾南部里的书馆 这个地方发声 那么我们也要反正来 谢谢我们台湾南部里的书馆 谢谢我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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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这边如何会结束 那我们最后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 馆长 我们的 潘晓晓老师 来掌声鼓励一下 非常非常精彩的 这个讨论 那 稍微可能不知道 今天是 一路下来是最满场的 哦 对 对最多人而且反应非常的热烈 其实我 那怎么专会没有来那还可以啊 那还可以啊 所以我们是非常 我刚才提到那个王宏谈那个 上课的时候那个地理课的那个事情 这个真的是很好笑 我自己的基地是这样子 就是以前在考大学的时候啊 有一个也是地理啊 那个题目叫做说 原条河经过泰伍格峡谷 然后流出太平洋 那条河叫什么 叫什么河啦 然后呢 考完毕上了大学以后 同学跟他还讨论那个高中 大学年考的题目这样 然后就有一个同学说 哎你最好 你们花莲人 那一起你一定打得很好这样 因为那个就是 比如 就是花莲泰伍格流出的那个 那条河嘛这样 其实我很惭愧啊 好 不好是因为我们要改一个音乐剧 对对对对 好 要上台了 所以 再反台了 所以我先离开 很想听管长讲他的结尾 但是下次你再音乐我好了 好 谢谢大家 希望下次有信心 谢谢大家 好 哦 有多少鐵路在那裡交會 新疆的省會是哪裡 那個法國跟西班牙的戒山叫屁里如是山 我都答對了 但是我答不出我家附近的一橋河流的地址 我永遠記得這個尺路 所以呢 當然到後來呢 很多人聽說我喜歡研究原住民的藝術 各方面不是因為研究這塊是一個顯學 而是我自己的一種自我救贖的東西 就是說真正要找到一塊 你可以很驕傲講出來或是唱出來 或者是談出來的 屬於你自己的土地的一個東西這樣子 以後我上課的時候 因為後來我當老師美術老師 講藝術都講米開朗基羅講大魯西這樣 講久人的心虛人的 因為那跟你 那根本不是你的文化 雖然它是文明很重要的這樣子 所以我深深的覺得 每一場的這個演講都非常的重要 它某種程度呢 它健全了我們台灣的藝術史 我們台灣的音樂史 因為以前都是被遺忘的 可是這個 這部分卻是最強的 最精采的 最鮮明的 最有力量的這樣子 謝謝各位今天來 我們下一次 我們要不要 我們下一場 一票一票一票 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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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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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